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昨天大愛電視台的永慶他們有去督蘭 他們都知道這把吉他有點不太聽話 然後老師一直走掉 然後唱一首歌就要讓他恢復了 接下來演唱這首歌曲是在很多年前 我在那個美麗灣 再往北邊一點那邊還有一個海灣 我一個八月份的一個夏天的晚上 我就自己把車子停在那裡 然後就直到那個拍一個小沙灘 好看的月色印在海面上 然後那個海浪打到這個海岸那個礁石的時候 聽起來就很像在唱歌 然後月光映在這個海浪的時候 兩個人就好像合而為一在跳舞這樣子 然後就非常舒服 然後非常喜歡那種自然的那種現場的那種感覺 然後我也個人也享受在當下的一個音樂 不過最近好像已經不漂亮了 太多人類的建設 大家就很自私 蓋上自己的名書 然後我認為這些土地 這些美好的沙灘 藍天地海 是所有人的財產 並不是所有個人用金錢 就是可以把網絡是屬於它這個感覺 這樣子 也許哪天我可能會去那邊消費住宿 也不一定 但是我相信我應該會秉持著 以大自然土地的一個原則就是 到底這是擁有還是失去的 安置我的吉他在監聽再多一點點謝謝 我寫的這首歌叫做 心在海洋 點燈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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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